好,这题是会有关于细胞核的描述核者正确 第一,A选项 核磨为双层磨结构 对,外磨跟内磨 既然是双层磨 它的子双层有几层呢? 两个吧 外磨四个子双层 内磨四个子双层 所以它有两个子双层 这个名词似乎各位很常搞会 我做个比喻 虽然这比喻不太正经也不太恰当 你们知道挂包吧 一个挂包有两片面包 两片面包构成一个挂包 而核磨是两层磨 核磨有两个挂包 所以总共有四层面包 两层面包形成一个挂包 两层面包形成一个挂包 所以它是两挂包的结构 所以它是两个子双层 两个挂包 所以A选项应该是两个子双层 所以A是错的 好,B选项 核人成分是由核糖体跟核糖核酸所构成 对的,核糖核酸就是RNA 那为什么它成分是这样子的? 因为它是跟核糖体的生成有关 核糖体的成分也是蛋白质加RNA 好,那怎么说呢? 其实核人它是负责做出所谓的核糖体的次单位 写在这里 好,画一下图说明一下 假设我这边有个次单位 有大跟小两大类次单位 有个大的次单位 有个小的次单位写个小 核人就是负责做出大小次单位 而这个大小次单位呢 在透过核膜跑到细胞质 然后才组装成这个完整的核糖体 所以核人的功能是制造出核糖体的次单位 所以核糖体只在细胞质出现 这不是细胞质 因为它必须要到细胞质才会组装出完整的核糖体 不然在核人的情况之下 它是生产次单位 也就是核人制造零件 零件在细胞质组装成核糖体 所以自己比对核人的成分是蛋白质加RNA 它功能是跟核糖体的合成有关 好C选项 染色体是蛋白质和续养核糖核酸构成吧 也就是DNA 而不是核糖核酸RNA 所以自己自己当然比对了 好最后一个猪选项 它说细胞质 它写的是染色质 染色质是散的样子 散的样子 这叫染色质 在细胞分裂的时候 这个染色质必须浓缩成棒棒状吧 这个时候应该叫染色质 所以猪出来哪里 在细胞分裂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染色质 就不会是染色质了 所以猪染色质出源在细胞分裂期 而不是细胞分裂的时候 是以染色质的形式 散乱的形式呈现 所以这里猪也不对啊 所以这里答应就 B是对的